续拔官纸 书洛阳明元纪后 宋李格飞 海海爸爸制作 洛阳明元纪是北宋文学家李格飞所著的游记 李格飞,字文书,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 官至李不原外郎 刘克庄后村诗画在李格飞有诗文集45卷 但基本都已一诗 洛阳明元纪是李格飞少数幸存的著作 记述了北宋时西京洛阳的几十处思家园林 是一本重要的历史文献 书洛阳明元纪后 洛阳处天下之中 携小缅之祖 当秦隆之金侯 而赵魏之走吉 盖四方必争之地也 天下常无事则已 有事则洛阳先受兵 于顾常曰洛阳之圣衰者 天下治乱之后也 方唐贞官 开元之间 宫清贵妻开馆列地于东都者 好千有余敌 及其乱离 既以武技之库 其池塘竹术 冰车柔剑 废而为秋须 高亭大谢 烟火焚鸟 化而为灰烬 与唐聚灭而共亡 无余处矣 于顾常曰 原土之废星 洛阳盛衰之后也 且天下之治乱 后于洛阳之圣衰而知 洛阳之圣衰 后于原土之废星而得 则明元祭之座 于企图燃灾 乌户 公兴大夫方济于朝 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 而望天下之治乎 欲退降此乐得乎 唐之末路事矣 书洛阳明元祭后 洛阳处天下之中 携小缅之祖 当秦隆之金侯 而赵魏之走吉 盖四方必争之地也 天下常无事则已 有事则洛阳先受兵 于顾常曰洛阳之圣衰者 天下治乱之后也 方唐贞观 开元之间 公卿贵期开馆 列地于东都者 好千有余敌 及其乱离 既以武技之库 其池塘竹术 冰车柔剑 肺而为秋须 高亭大谢 烟火焚鸟 化而为灰烬 与唐聚灭而共亡 无余处矣 于顾常曰 原土之费星 洛阳圣衰之后也 且天下之治乱 后于洛阳之圣衰而知 洛阳之圣衰 后于原土之费星而得 则明元祭之座 于企图燃灾 乌户 公卿大府方济于朝 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 而望天下之治乎 欲退降此乐得乎 唐之末路是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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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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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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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